看菜吃飯 看菜吃飯 正所謂的食材不同的季節 都有不同的煮法 是, 我記得星星師傅之前 冬天的時候 試過用沙鍋來遮蓋龍躉 今天… 很好吃 現在夏天了, 怎樣做呢? 夏天我們要做一個生煎 看來沒那麼黏口和香口, 嫩滑一點 聽起來也很吸引 其實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吃龍躉 一來小骨, 多肉 原來可以補充骨膠魚, 彈彈彈彈 那要不要太多了, 不要理會 好, 我們煮吧… 好… 我們怎樣做呢? 做一做 好, 首先我們要加鹽 因為養魚去養, 讓它散開 這麼多? 對 這裡有多少? 這裡有1公斤 要養多久? 是不是鎮嗎? 很快, 放生粉 生粉也要嗎? 對 其實跟普通的魚有一點不同 因為這個龍躉處理方面要更好 因為它本身比較腥 因為養魚沒有海魚那麼鮮 鮮 現在我們會醃一下 好像是否有散, 還有泥味 對, 醃一下就沒有那麼多泥味 你這樣要做多久? 很快, 搓一下就可以了 加點水, 預備, 放出來 再馬上洗 要洗, 要洗 洗一洗的味道 其實好像將魚肉, 有些鹽、生粉 蘸一蘸, 然後又洗一洗 因為本身裡面有很多油脂 我們把它沖乾淨, 煎出來 不會用泥腥味的 好 一定不會腥味 我現在這樣想 你說要有腥味, 其實我拍一點薑 可以嗎? 我們待會有薑 就是兩元也要? 對 薑已經不夠了, 平時的魚肉 我們會瀝一瀝水 一定要瀝水才會香 瀝乾了 分得再細一點 在這裡做這個? 對 好 要不要想再乾一點 用紙巾擦一下, 印乾一點嗎? 不要, 如果瀝不夠時間 用布擦乾一點 吸收乾身 對 然後切東西 我看今天桌上不是很多材料 對, 沒很多 簡單 我們幫你收拾一下 最重要是煮的方法 明白 今天有獸兒在這裡 對, 沒問題, 有我在這裡 獸兒很幫忙 如果是阿美就難一點 對, 所以我坐在這邊算了 那就一開三 我又幫不了你 你簡直繞了手 這些是薑 薑這麼大塊, 用光了嗎? 切, 一定要用光了 這麼多? 因為有這麼多魚 它的腥味要多一點 對 不是這麼多的, 好像… 煮的時候會縮 薄片是切厚一點的 對, 厚一點 不是薄切或斜切 對 這是厚切 還有星哥, 我想問 為什麼沒有切薑皮? 這個問題很好 為什麼呢?謝謝 真的 留一點薑皮會比較香 香一點? 對, 不用去掉了 又不用拍, 明白 這個不用拍 好, 接著這個… 這條叫什麼椒? 這個紅椒 辣椒, 紅椒 不過這些是菜椒, 不會辣 我只會用顏色 紙刮掉就好 對, 只會用顏色 通常什麼顏色就叫什麼椒 對, 沒問題 專心一點, 好嗎?你們 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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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短一點, 但同一種顏色 也是叫紅椒 對嗎? 對, 那些像紫甸椒 好, 那些辣很多, 要短一點 辣椒來說… 我們可以開火了 是 好 你別管它, 星星師傅 星師傅, 其實… 不會不理我 我不會不理我 你今天說龍椒肉的烹調方法 他會突然問你… 我想問 是不是大火? 開大火嗎? 不錯 要不要加油嗎? 是嗎? 閉著, 我們先燒紅一點 燒紅一點, 它是紅色, 我告訴你 他又在這裡玩, 又不正經 我正經, 星星師傅 星師傅不知自己喜歡 對 怎麼會燒到紅色呢? 不是我嗎? 現在做什麼? 先用調味粉 加一點 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也必必要的 一定要 魚都經常用 用生粉, 本身是用水浸 不過現在倒水, 用乾粉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 就是這個秘訣, 煎出來會特別香 因為現在的質感是黏黏的, 實實的 不是粉狀, 又不是太硬 我的理解是平時如果像打蜆 有些沙粉連水 水也是 你就不做這個 索性就將它瀝了一塊 這樣就是這個美肌 對, 沒錯 這樣煎出來就會很脆 脆一點 對, 沒錯 好像將那個蜆 不如硬一點, 一塊塊混合 就會更好 接著要加蛋黃 鹽, 麻油 麻油嗎? 是 要多少? 兩湯匙 兩湯匙 星星師傅, 我覺得你今天一定要很集中 因為有兩位美女 她好像一直問你, 會很容易影響你 你不叫我停 不怪我師傅, 我有信心 繼續下… 因為她有她說, 星星師傅照做 夠了… 好, 是嗎? 就算我說這麼多話, 星星師傅 也不會理我, 是嗎? 好, 我們先掃水吧 好… 星星師傅不可以不理我 因為我會繼續說話 因為你拿著鑊鏟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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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 星星師傅會在她的攝影 就算我們要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加點油 這麼快? 我要加這麼多的? 這個也… 好 好… 好聽話, 我就是… 我們攪拌後, 放在籠籟裡 對, 剛剛印乾了一點水 還有一塊, 別浪費 好, 我們加多一點粉 好 就是剛才的餐品水酒水 挺有趣 用這種方法, 不是直接加芡 這個煎出來的金黃色 又不會有多粉的感覺 好了, 我們… 有沒有看貨? 好 不怕, 先拿 先紅了 好 我看你很快 這些是半煎炸的 你也知道半煎炸 聞一下而已 太好了 半煎炸, 這些行內的術語 半煎炸 半煎炸 這個沒理由, 秀儀會認識 其實秀儀在飲食方面 也是後喜新秀 她也是飲食界 對 飲食界 對 沒錯 飲食界界, 雜值 她在吃東西方面也不久了很多年 美女也一樣 果有心 果有心 果有心得 果有心得 對, 她們倆在吃東西方面也很有研究 飲食方面很有油 尤其是吃的方面 對 是果然沒有那麼快反時 果然有些芝麻油 芝麻油很香 真的很棒, 像炸別人的天婦羅 我覺得很忙, 很有趣 很漂亮 對 現在很快, 很方便 原來這樣會做出這個顏色 有些芝麻油很香, 要煮出來嗎 對 因為那些生粉可以濕濕才會脆 特別脆 但走掉了, 水就變成另一種生粉 我想問, 如果剛才你不加硬的生粉 像芡汁片一樣打芡 即是生粉水 炸出來, 效果有什麼不同 不乾身 不乾身 因為我們要濕水, 但又要倒水 這個也很複雜 還夠煎, 要煎多久? 煎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 我突然想到, 譬如我們有小孩 小孩最喜歡吃粟米魚 對 有時候也會在家製的 其實魚的炸也可以用剛才的魚 這個也可以, 絕對可以 這個沒那麼多粉 對 炸到金黃又乾身 我想小孩會很喜歡 對 這個粗米 這個時間加薑 加薑 對, 現在加進去 對 加進去 為什麼不一開始放進去, 加薑 太久了, 薑又縮得很厲害 現在就對了 現在開始…金黃色 有金黃色, 慢慢開始 路都是用大火, 要全程 對… 這個過程就不用調味嗎? 不用調味 稍後加一點生抽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嗎? 對 輕的很簡單 這個最重要簡單 但是蔥和紅椒的什麼時候放? 聖哥, 最後… 獸魚飯當用隔油的梨 師傅, 準備好了 好 很聰明嗎? 對 對 對 差一點 差一點? 對 差一點哪一點? 要再煎炒一點 我差一點 我還以為她說你 清楚, 聖聖師傅 搞清楚, 聖聖師傅沒有稱讚你 一邊變… 一邊變色 我看見她… 這些是否算乾身? 差不多 對, 開始了 差不多 現在顏色夠漂亮 金黃色 對, 金黃色 對 所以為什麼剛才的生粉 不是就這樣灑下去 灑下去就掉了 要濕水再… 再不要點水 對 會吸收得好一點, 是嗎? 這樣會比較脆 這是我新聽到的方法 很開心 又學到一樣東西 是嗎? 差不多了 好 就是這個 是不是很金黃 很英俊 很英俊 我們可以關小火 關小火 要拿起來才會關火 先拿起來, 好嗎? 好 很香 對 總之記得拿起來才會關火 坦白說, 如果這樣看下去 你不告訴別人是龍躉肉 人家可能會說 你這個很棒 炸雞 雞扒仔 炸雞腿 對, 炸雞腿、炸雞扒仔 魚仔 但一吃下去 炸雞腿、炸雞腿、炸雞腿 原來是龍躉肉 好 這個放在這裡 好 把油倒進去 好 現在 炸雞和紅椒 好 這個就簡單了 謝謝 我以為你會一起炸雞腿 我最初也是 對 以為什麼都在一起 然後加少許生抽 先加龍躉外鮮 也會一起 少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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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少許 少許就好, 好 好 好, 這樣炸下去 就是少許, 現在要一茶匙 最後加少許炸蒜蓉 炸蒜蓉 避風糖炒蟹 加了下去就好 用碟仔 碟仔 這個嗎? 上菜碟 這個已經可以了, 是嗎? 對… 很香 很香 我幫你拿著 是, 謝謝 重任嗎? 不要流口水 好, 沒問題 不要放在我的手上 絕對不會 真的很香 很乾身 很乾身 小心 現在聽到的聲音是脆脆的 好的 好 好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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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名堂? 這個就是生煎龍躉頭 好 讓我聽到家裡